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你我不怕风雨去追逐彩虹 是你给我的力量 让我飞上了天空 以为你 我放飞梦想 请拥抱彩虹 我放飞梦想 我放飞梦想 妈妈 我爱你 妈妈 谢谢你 妈妈 谢谢你 这个是你妈妈吗 不疑惑 点亮黑夜的漩涡 妈妈 我回来了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妈妈以前为了我 牺牲付出了那么多 可是我没有能把握住幸福 是我骗我自己的 您的苦心都半废了 我自己想了很多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能缺你的指数 不过你放心 你眼神曾对我爱你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 伪之求求 蓁蓁 你别难过 我相信你母亲的在天之灵 一定会看着你 她要给你祝福和力量 希望你越来越勇敢 越来越坚强 不会再轻易被人击垮了 那些年我们携手并肩 你还爱我 是我骗我自己的 若无其事的问候 我自己想了很多 是我的错 冷却你的执着 你眼神曾对我 就签在这里边 来 你把名字签好了 别的你就甭管了 来 签吧 签吧 就三个字很快的 你放废我的诺言 以后你那个坏后妈 不敢再对你怎么样啊 来人会保护你的啊 你怎么也这 arranged 你跟我想说了抱歉 你혹过悉 也这么嘴 我越走越远 那前年我们携手笔前 想哭就哭出来 憋在心里不好 我不哭 我过去已经哭得够多够久了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能让自己 过那种悲苦的生活了 所以 你已经想好自己未来的路 怎么走的对吧 珍珍 这组对碑 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我要用这组对碑 来见证我们的爱情 我相信你 不会丢下我们 一定会在我生日之前赶回来 喂 喂 哪位 说话 浩天 没关系 诚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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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你呀 你没事吧 你现在人在哪儿 你现在到底在哪儿 你现在到底在哪儿 我马上过去找你 我 我打电话给你 是想约你见一面 跟你谈谈 好 我也想见你 你在哪儿 我马上过去接你 这样吧 我来找你 我去你家找你 方便吧 方便 当然方便了 我家就是你家吧 如果你先到了 一定要等我 我马上过去 先不要说这个了 我们见面再说 好 见面再说 你一定要去啊 别这样逼自己 顺利自己有心走的吧 好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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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宵戏 我能进去吗 当然 请进 你能看见了 对啊 你眼睛怎么治好的 被车给撞好的 你什么时候学会开玩笑呢 你平平安安回来了 我就放心了 珍珍你不知道 自从你失踪之后 你不知道 我跟浩天有多着急啊 是吗 是啊 不过七少后来呢 我也不怎么担心了 因为我知道 你是个善解人意 懂事乖巧的女孩子 你为了成全友善和浩天 为了让安安 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嫁 像你这样的好人 一定会有好报的 所以呢 你的眼睛 一定会重见光明的 那你跟我说这么多好听的话 该不会对我有什么图谋吧 别担心 不会了 不过事情是这样的啊 你之前签的那个离婚协议书吧 不小心被浩天给撕掉了 闹得友善 是没明没分的 也不能进门 所以是不是 你这次回来 赶紧把离婚手续给办了 好不好啊 可是我这才刚进门啊 有那么着急吗 不是了 你看啊 现在我们一家四口 三代同堂 一团和乐的 你能不能看在我年纪大的份上 看我享受天伦之乐 没有几年的面子上 你能不能成全友善和浩天啊 你们一家四口 开开心心幸福美满 现在我跟浩天的离婚手续都还没有办起 你就已经把我排除在外了 哎呦 我 我 我不是了 珍珍 你之前不是说了吗 已经答应成全友善和浩天了吗 所以我才 让友善把安安接回来住的 怎么你现在又反悔了 那我可告诉你啊 现在浩天跟友善的感情可好了 我有孙子抱我就心满意足了 哎呦 求求你 你就别再折腾大家了 你就赶紧把离婚协议说办了 好过好啊 好啊 不过 不过 这天下可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啊 你要我什么都答应你 可以 你要我跟浩天离婚也可以 可是我能得到什么 啊 你可以得到 哎 对了 你可以得到那个 那个 哎 自由啊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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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什么 我说的这可都是真的 我笑死死 势力 贪小便宜 什么事情都只想到自己 跟以前啊 一点都没有病 珍珍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你的长辈呢 到此为止 我还是你的婆婆哎 长辈 婆婆 你这些言行举止 像长辈 还是像婆婆 我知道 打从我跟浩天第一天开始交往 你就很不满意我 因为你嫌弃我家事不好 嫌弃我家穷 所以从头到尾你都一直在阻挡浩天来娶我 好 好 好 我明明知道 我嫁进中家 一定会受到婆婆的白眼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对你心存幻想 我幻想我可以当一个好媳妇 从而可以打动你 可以让你对我有所感官 我承认 我想错了 而且错得很离谱 因为你这个人心里啊 只有钱 没有钱的话 什么都可以不用谈 反了 反了 你怎么可以跟我这么说话呢你 我在你家受尽欺负 你平时对我呼来喝去 我连一个佣人都不如 不过没有关系 这一切我都忍了 怪就怪我自己的肚子不争气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 我眼睛都看不到 你还要百般地为难我 那又怎么样啊 谁叫你 谁叫你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啊 明明知道自己是一只不下蛋的母鸡 却偏要霸占着浩天不肯让位 当初没有盲人杖把你赶出门去 就算对你客气了你知道吗 好啊 你终于肯说实话了 不过这样也好 明刀明枪 单刀直入 那我也告诉你吧 我今天来 就是要跟浩天复合的 我再也不走 你说的是什么话啊你 你要跟浩天复合 那 那有膳怎么办呢 人家一个千金大小姐 为了安安为了浩天 人家抛下颜面 多少流言蜚语 人家都忍了 你说要回来 你 你让我怎么跟友善交代啊你 可是你应该很清楚吧 夏正松 已经公开承认我的身份了 我也是夏家的千金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珍珍这个臭丫头 整个人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她真的是我所认识的杨珍吗 是 珍珍 那 昨日天空 美丽彩虹 留下太多感动 是你的美 是你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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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中 看白云飘泊 她是你的爱 是我的爱 是天空的 吃 浩天 算了 妈每天都那么辛苦 有那么多事情要忙 不要再劳励她了 那也好 不然我们到外面去吃 这不好吧 有善叹 珍珍 你知道吗 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 浩天 我也是啊 要不然这样 我们去里面说 来来来 来 这些月她的姿劳正不回来了 不然现在身份还不明不白的 这 这可怎么办 不行 我得赶紧让她回来 让她抢回名分 喂 喂 是友善吗 你赶紧回家吧 你不要忙什么工作了 你现在赶紧回来 我告诉你 大事不好了 真 真回来了 我 知道吗 是什么 你要是不是赶紧回来 昊天就会被别人抢走了 你知道吗 赶紧回来呀 杨珍珍居然跑到家里来 她真的想要抢浩天 她是认真的 珍珍回来 那浩天就不可能接受我 我不能离开浩天 我不可以 你看 这屋子摆设 一切照旧 保持原样 就是在等她们的女主人回来 女主人 我看已经有其他的女主人了吧 你别听妈瞎说 那都是她跟友善 一厢情愿的想法 在我心里 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女主人 这段时间去哪里了 害我担心得要死 这次回来 我说什么 都不会让你再离开了 浩天 你太用力了 放开我 对不起 对了 你看 这是我特别去订做的 记得吗 我生日快到了 我一直相信 在我生日之前 你一定会回来 果然 我的生日愿望 真的实现了 浩天 珍珍 我们去旅行好不好 结婚之后 都没有度蜜月 趁这段时间 好好调整一下 想去哪里 浩天 你不要再说了 怎么了 你不喜欢 不是不喜欢 是已经无所谓喜不喜欢了 这话什么意思 浩天 我这次回来 就是要跟你离婚的 为什么 为什么还是坚持要和我离婚 难道 你还是不愿意原谅我吗 那你告诉我 你要我怎么做才原谅我 你不知道 你失踪这段日子 我有多痛苦 我求你 我求你 不要放弃我们的婚姻好不好 你凭什么 要我不放弃我们的婚姻 好 我问你 我才离开多久 友善母子就已经进家门了 我承认 以前的我 总是喜欢委屈求全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的我已经知道了 光是委屈 并不可以求全 一味地委屈自己 只会让别人把你当成弱者 只会让别人把欺负你 当成一种理所当然 真真 真真 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不用了 人必自无 而后人无知 你自己软弱 那别人不欺负你 欺负谁呢 我现在已经学会坚强了 我再也不会让别人欺负我了 真真 你要变得坚强 我举双手赞成啊 但你还是可以回到我身边 我们一起努力嘛 好啊 如果你 你一定要我回到你身边的话 我请你像一个男人一样 立刻让友善母子离开这个家 这样的话 我也就不用时时刻刻 为我们的婚姻感到痛苦和难过 好 真真 你知道安安是我的孩子 我答应要照顾友善他们母子 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好 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像你这么优柔寡断 你要我怎么把未来交给你 好 我所认识的真真 不是这种铁式心肠 会提出这样要求的人 你失踪这段时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告诉我 够了 我告诉你 我不是圣人 我已经压抑得够久了 我想要的只不过是 一段纯粹的 没有任何杂志的婚姻和爱情 难道这样平凡普通的愿望 我都不可以达成吗 如果是这样的我 我宁可什么都不要 珍珍 好好好 我都答应你 但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尽量解决 好 珍珍 谁让你来的 你给我走 你给我马上走 你 你给我走 别这样 你也放开我 我话说完 自己会走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当初是你自己离开浩天的 怎么 现在不甘心要抢走我的浩天是吗 你的浩天 这种话你可以说出口吗 你谁不信害臊 浩天是我孩子的父亲 他当然是我的浩天 我不会像你 无论我受到任何委屈 我受到任何挫折 我都会永远陪在浩天的身边 不离福气 好了 你们炒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珍珍她没有跟我离婚 她当然是我妻子了 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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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我想清楚了 安安身上流的可是你的血 友善她怀了十个月 辛辛苦苦 生下了你的亲骨肉啊 安安还这么小 她不能没有爸爸 你问问珍珍 她最了解 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 是多么的可怜多么辛苦啊 珍珍 我求求你 你就成全他们吧 其实 我今天是想清楚才回来的 我跟浩天的剧段婚姻 并不是因为第三者的破坏 而是因为我们的婚姻 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问题 与其这样三个人 在一起痛苦纠缠 还不如早点做个了断的干净 所以我今天回来 就是跟浩天离婚的 怎么了 夏友善 我都已经说要放弃了 你怎么又犹豫起来了 谁是我犹豫 不行 我说过 我绝对不会跟你离婚的 我绝对不会跟你离婚的 浩天 你真的是一心要把这事 越弄越复杂 你才开心吗 明天下午 我在去一名证据等你 我们把离婚手续办了 不行 我不答应 我绝不跟你离婚 你 你 好听 你这是何必呢 你难道看不出来 珍珍的心已经不在你身上了吗 放手 别碰我 珍珍 你听我说 你放手 你放手 破了就是破了 破了就是破了 再也没有办法破进重园了 浩天 你别捡了 你这样会伤到手的浩天 你别管我 我一定可以把它拼起来的 我一定可以的 不要 浩天 你的手受伤了 不要再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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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拼得回去 也拼不成原来的样子 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婚礼定了 不管你明天去不去 即使你不去 我也会单方面申请离婚的 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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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好了 决定 哥 你过来 吗 没什么 昨天 你不有我 我已经赶紧了 你不苦咱们 你不苦咱们 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我求求你 放过我吧 珍珍 我知道 我不应该跟友善生下安安 我已经很后悔了 我爱的人只有你 只有你是我唯一的妻子 我是绝对不会跟夏友善结婚的 那你也没有必要 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吧 我不管 如果你一定要逼我选择的话 那我宁愿不要安安 我宁愿被人唾罵 被人说我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但我求你 我求你不要离开我 钟浩天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们两个之间 不仅仅是夏友善的问题 那你说到底还有什么问题 我爱你 你也爱我 为什么你一定要逼我 用一生的幸福弥补一个错误 你说够了没有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可理喻 好 既然这样的话 我跟你说实话吧 不是你不好 是我不好 我不爱你了 我对你没有感觉了 我不信 我说我 你在心里还是爱我的 我们心灵相通 我刚去拿杯子你就回来了 你是为了气我 你是为了气我 才故意这么说的对不对 浩天 你放手了 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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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让你纠等了 她是谁 为什么跟她那么亲密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这是我新交的男朋友 你交男朋友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怎么会跟你开玩笑呢 我承认 我承认 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心里只有你 但是我离家出走以后 我才发现 原来外面的天空这么广阔 而男人嘛 比你好得实在太多太多了 来 认识一下吧 你好 我叫华三 是个心理医生 很高兴认识你 你看 论学识经历 甚至论礼貌 它都比你强太多了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我们已经住在一起了 共产党 不要这样 我是 Territor 我 富帕的家人 先狂党啊 不要 浩天 不要 不要打了 浩天 浩天 不要 放手 慢点我 浩天 别打了 不要打了 浩天 你干吗 浩天 你怎么样了 你怎么样 没事 华森 你认识他 对啊 他是我师伯的小孩 我小时候就认识他的 华森 你怎么在这儿 你跟珍珍 你们 没错 你们都看到了 钟浩天 你现在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非要跟你离婚了吧 不只是因为你对不起我 我也同样对不起你了 我们两个人的婚姻 走到这个地步 再维持下去 没有意义 就这样散了吧 不行 我们不能就这么散了 浩天 如果你真心爱我 如果你真心爱我 成全我吧 你真的是珍珍吗 为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一点都不认识你 这样不是很好吗 你终于看清楚我的真实秘密了 你终于看清楚我的真实秘密了 我再也不用那么累了 再也不用带着假面具做人了 对了 明天下午一点 去明镇局见 至今 我没想到你 里面来 要什么 吗 这 我知道你已经下定了决心 但我们想到你会搞这么大 看到朱浩天伤心的样子 我想他心里一定痛极了 真的有必要做到这种地位 长痛不如短痛 与其三个人 一直在这里痛苦纠缠 不如我来做个了断 可以让大家都不要再这样痛苦下去 我要重新做人 也撑去讨两个 靠近我的心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这么快就有了别人 我知道是我先对不起你 可是我已经在很努力地弥补 每个晚上 我都希望这是一场梦 好不容易你回来了 为什么却要跟我分手 难道 成就成结束呢 看不清 打个电话给你 告诉我 我们都差不多 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让我可以挽回这一切 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好 浩天 浩天你要干什么 浩天 干什么你不能想不开 你要干什么这样会出事的 你不能这样想不开 你还有母亲还有儿子 难过的都是为了爱情 此刻的我们看不清 浩天 浩天 杨珍珍虽然已经离开你了 但是你还有我 你有我这个傻眼 就一直默默地爱着你 我一直在等着你回头黑开 也我一直在等待你抚平伤口 但是你为什么不呢 你就不能放弃杨珍珍珍 珍惜我这个眼前人吗 你说完了吗 你走吧 浩天 你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就算你还是不能爱 最起码你不要拒绝我 我知道你对杨珍珍有亏欠 但是你对我就没有吗 你让我无法自拔地爱上 你让我用我所有的真心去爱你 你让我为你未婚身子 你这样对我公平 你让我让你帮你一遍 如果一切事情可以出来 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浩天 人生是不可以重来的 珍珍已经有别的男人了 她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你在她心目中已经不重要了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执着呢 没办法 我就是我的表情 我们差不多 你忘不了也得忘 我真的搞不懂 为什么我天天在你身边 你却永远都视而不见 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最爱你的人就是我吗 你怎么会眼里 永远都只有杨真真 那我算什么 那安安算什么 当初要不是你介入 我和真真之间 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我浩天 你说这话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一个巴掌拍不响 如果你真的那马杨真真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让自己出轨呢 不要再喝了 你给我 浩天 我承认我当初适应错了方法 但那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所以我想尽一切办法去靠近你 现在杨真真已经有了自己的新生活 你是不是也应该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如果你可以接纳我的话 我相信我们可以很幸福的 好 赵天 浩天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给我一个名字 你让安安可以有个礼服 这个孩子真的太可怜了 你不用着page 芝芝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吗 对 那如果我不愿意呢 浩天 我们好聚好散好吗 你犯的错 你真的就这么不肯 值得你用这种方式来报复 我没有在报复 你也知道 我妈妈因为我们两个的事情 已经付出生命了 而我本人也已经遍体鳞伤 我真的已经再也承受不起了 请你放手 我以前曾经说过 只要是你想要的 我都会给你 报复后让你自愿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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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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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d 放手的念头 我太过爱你 爱到自己心回头 我太过恨你 恨你不如恨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 从没有想过 被爱的感动 太过爱你 忘了自己需要 爱情的理由 从没有想过 自己需要什么 太过爱你 被爱到自己心回头 我太过恨你 恨你不如恨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 从没有想过 被爱的感动 我太过爱你 忘了自己需要 爱情的理由 爱情的理由 我太过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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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爱你 大概点灾 compan